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赶到三点多 那时候就是东西都已经没有在买了 不就走了一公里到便利商店啊 对 大概走一公里 就为了吃 对 然后吃完回来又走一公里 又饿了 再去吃好了 又走 就像晚上走了十六趟 她44公斤 166公分 但是她怎么吃也吃不胖 太过分了 毛起来吃 然后还是不胖 永远都不胖 吃七碗饭 刚刚吃五碗饭 现在还感觉好像对人生 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请告诉我 究竟他们为什么吃不胖呢 上帝的恩宠减肥绝缘体 人中皇后再显神威 悲中有乐 好厉害喔 跳恰恰 什么意思 爱 你吃过最不可思议的食物 是什么呢 大明星菜单怪怪出炉呢 听说她喝过 狗尿 狗尿喔 之前我还跟那乌龟在玩 我乌龟我在这家吃饭的时候 我会很饿 我去看那个汤就放我前面 就是你刚跟他玩 还有那个爪子 你知道吗 你端竟一盘很像那种牛肉 牛筋那样的东西 来 吃吃吃 来来来 反正客气 你吃一口 吃一口 结果后来是那个 后来我才知道是熊掌 还有鲜嫩婴儿饭 她吃过最特别 她吃过婴儿的饭 婴儿饭有多嫩 你们知不知道 2000万人的为什么 告诉你西齐古怪料理喔 好 你准备了吗 Let's go 欢迎收看 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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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声点 好好的介绍一下 名传大全统计22 22 21 21 一2 預備起 民船 民船 通知切勒 民船 通知 台北一下 哎唷 天啊我的手在裡面 好大有節奏感的 還有一堆同學是哪裡的 世新的同學 佼佼的學弟學妹 學弟學妹你們好 預備起 沒有啊 沒有啊 還有還誇張他 還沒有喔 果然是名校出高圖 而且是糊裡糊塗 還有中間這邊叫做是 福大生物 福大福大 福養我長大 福大生物是一本七 黑小 我愛福大生物 愛你喲 愛你喲 今天節目非常精采喔 有很厲害的特別來賓喔 第一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有新同學 老同學 小同學 好不好 歡迎胡斌小姐 胡斌小姐 胡斌先生 張本雲小姐 好 好 第二位 超級辣妹 侯湘婷小姐 哈囉 侯湘婷小姐 唱片還在宣傳期嗎 沒有 這次是陪我的小師妹 Alba 小雅萱 天啊 妳已經當師姐啦 也太快了吧 這個蕭亞萱也給她掌聲鼓勵一下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中間有一個小琴喔 丁小琴 對不對 丁小琴小姐 第二張唱片啦 後面還有一位 Ruby Ruby Ruby小姐 嗨 大家好 這個唱片公司啊 下了很大的資金在投資喔 對啊 哇 幾乎打開電視啊 就是看她的這個MTV 那個歌叫什麼 我不是她 我不是她 要不要來一下 對 我不是她 要不要來一下 唱一下要不要 好 預備 向右看 起 我不是她 我不是她 我是我 此刻你握著的手 和她的不同 我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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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間會嚇到人 真的 沒有 現在就是年輕人 新人類 你有沒有覺得她很像余美人在唱歌 對啊 我不是她 你這樣講 人家余美人會難過的 你這樣 好 新人都可以要求 想要唱都可以 要不要 自己站出來說 我想唱一下 要不要 那就大家都唱一下 好 好 結果搞老半天 胡斌 我來一下 胡斌 給她走個台步 好不好 好 來來來 歡迎胡斌 音樂 很尷尬的一段表演 來這邊傻秀 來自內地 好不好 掌聲再給她鼓勵 好 謝謝胡斌 人家就是這樣厲害 對不對 只是一個笑容 怎麼樣 女生就很喜歡她 最近也有很多的戲劇 大家給她支持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沒有人要唱了 準備進入咱們的第一單元 就是 腦內大革命 第一道題目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陳總 要不要答 趕快搶答 趕快搶答 侯湘婷小姐 東奔西跑 沒錯 畫面中的意思就是東奔西跑 恭喜侯湘婷 一馬當先 率先答對了第一題 各位特別來賓 請快來動動腦造個句吧 胡斌槍 胡斌槍 您照個句子吧 如果說我拍戲拍兩天兩夜 如果我從外景地回到 回到房間 好多儀故 等一下我本魚看見我就 東奔西跑 是是是 那麼既然來自內地 我們 給他一些機會 不錯不錯 講得算是滿糟糕的 蕭雅軒小姐 來 東奔西跑 好 讓你嚇到鬼喔 看來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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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小錢 我 就是 今天看到仲憲哥穿這樣子 害大家嚇到東奔西跑 還害大家 會嗎… 不會 還沒地方跑 對啦 第二道題目 大家注意看 請看 問二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好的 有沒有人有答案 不准講 不准講 什麼… 自食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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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脆叫… 要這麼白話的話 我們不如改成 自… 自食… 自食… 自食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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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應該是這樣的啦 好帥喔 電視機前的觀眾 此題為趣未題啦 答案就是自食其辱 你猜對了嗎 特別來賓 也趕快來造個劇吧 我來舉一個好了 好 好不好 那個… 董志成 跑去跟胡斌比身高 真是自取其辱 真是自取其辱 等一下 對 你也比我把例子舉得這麼遠啊 你跟他比就已經是自取其辱 對啊 幹嘛舉到董哥啊 不要舉到別人是吧 對啊 那不如舉跟自己靠近一點好不好 黃紫嬌 可以… 可以… 他插我一點點好不好 好 還有沒有可以造就了 奔魚 我這種身高去打籃球 簡直就是自取其辱 太吐氣了喔 想拍又不敢拍 對啊 好 我們再看下一道題目 請看 Question 3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TUNS UP 搶答搶答 搶答 打抱不平啊 打… 真好… 真好… 唉 丁小青不要懷疑 答案就是打抱不平 意思是只遇到不公平的事 主動幫助受欺壓的人 這樣了解意思了嗎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成語喔 給你們猜 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 對 中國大陸也有這個 內地裡面也有這個 國文嘛對不對 我們也有上國文嘛 一定會有嘛 是 你們的成語造句的能力好不好 你的對成語了解多不多 還可以啊 還可以啊 是 真的嗎 是 還可以 趕快跟我來個成語接力 不敢 好 那不敢就好 我們馬上來看看 到底今天要教的是什麼 你這樣逼他說不敢嗎 阿清看 鬥雞走狗 請問鬥雞走狗是什麼意思 鬥雞走狗 鬥雞走狗 動物真的很重要耶 這成語裡面 現在到底是什麼意思 請我們胡斌這邊 張本渝小姐 告訴我們答案 搞內亂的那種感覺 兩句話之內就被噴了 搞內亂 就起革命搞內亂 就當時林覺民跟他老婆 老婆 明天我就要鬥雞走狗了 那麼我 搞內亂 感覺很不偉大 你這樣想起來 對啊 這樣感覺怪怪的 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好 侯湘婷小姐 今年十六 剛過十七 我只知道走狗而已耶 好 誰不叫走狗 你們兩個把它湊在一起 講講看嘛 那解釋有什麼 走狗 走狗就是我們常常罵人家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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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曉青 鬥雞走狗就是不理會的意思 好 蕭雅萱 鬥雞走狗是不是賭博的意思 他說是不是賭博的意思 賭博 就是說幾個 咱們明天到我們家來啊 鬥雞走狗 你看怎麼樣 背鬥雞 鬥雞是一種賭啊 對 還有曬狗 那應該是鬥雞曬狗啊 所以他這當中講的 他是沒算最有道理 鬥雞走狗 好啦 我們唯一的希望寄託在Ruby身上 Ruby 我想是不是 我沒講 好嗎 不行 我這樣會不會噴兩次 就是說有兩 有兩方被挑鬥 有兩方被挑鬥 然後 好長的故事喔 互相打架那種感覺是不是 對 互相挑釁 這個其實正確答案 我們解釋給你們 什麼叫鬥雞走狗 鬥雞走狗 是形容不務正業遊手好閒的意思 馬上進入我們最精采的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樑 真人不露像 露像非真人 想瞭解每張臉背後 不為人知的秘密嗎 歡迎進入人不可貌相 台灣的女性同胞啊 全面都在舉行一個運動 減肥 減肥 所以呢幾乎都有減肥的經驗 有沒有沒有減過肥的女生請舉手 誰 大家一直叫我們看過 我們心裡想一定很瘦很瘦對不對 結果是兩百多公斤已經豁出去了 我沒有減過 給他胖死出來啦 無所謂啦 你那兩百公斤了無所謂 減一百也還有一百啊 對 有些人 女性同胞 很糟糕的一點啦 你知道他胖到某種程度就會自暴自棄 就已經是暴定這樣的心情 沒錯 這最糟 女生我們來看體重啊 張本渝小姐請問你體重多少 四十七 四十七標準 哇 那車頭燈就佔了十五公斤 猴小妹妹多少幾公斤 不要騙人喔 幾公斤 在五十一 五十二吧 多少 五十一還是比較高啊 你幾公分 一六八 那差不多啦 一六八 平均起來也是差不多啊 那那頭就有三十來公斤 你很快耶 那你就八十公斤了頭 我水腦啊我 頭還那八十公斤耶 不可以拿人家的病開玩笑 那那個狗屎頭多少 丁曉晴 四十五 四十五 對 女生喜歡這個體重 對很標準的 雅萱呢 幾公斤啊 四十七 四十七 剛好也蠻標準 再來就是過重的囉 好 Ruby小姐幾公斤 四十六 那很輕啊 但她幾公分 妳幾公分 我比較矮 我155吧 妳才155 就是我說我什麼矮了其實 妳高興什麼啊 這什麼心態 這什麼心態呢真是 不是因為圈內很少有人比我矮耶 對啊自己 其實我在想 因為我還沒有量過 因為其實前一陣子我量我是比較高的 可是我現在懷疑我已經縮矮了 我跟你講那個身高計喔 有多心計多重啊 真的 明明就是 對 Ruby好好加油好不好 已經慢慢成為正方型了 因為她已經慢慢變瘦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就是說 女生啊 可以她吃很多 但是她卻胖不了了 對 你知道這是所有人類的夢想 吃再多都不會胖 女生的夢想 好厲害 她可能是消化系統不好 還怎麼樣 不知道 但是她偏偏又是個美女喔 咱們來看看吃很多 卻胖不了的美女傳奇 吃不胖美女 女人通常要維持搖巧身材 而不敢大吃大喝 一行政院衛生署建議 以二十歲一百六十公分 體重五十二公斤的人來說 平均一天要攝取將近兩千兩百大卡左右 如果你每天都超過兩千五百大卡 而且是個懶得運動的人 往往身材就會走樣而發胖 但是 今天仍不可貌相 將為各位介紹五位食量驚人 不管吃多少都不會發胖的美女 在纖細的身材下 猜猜看誰會是食量最大的人呢 很厲害喔 你看能夠吃得很多 然後又胖不了的 那好棒喔 我們來看看幾位來賓他們可以吃多少 胡冰鄉您的食量可好 還不錯喔 一餐吃一頭牛應該夠吧 太多了吧 一頭小母牛 有 好殘忍喔 不好笑的一個笑 對啊 我還覺得奇怪 你怎麼會笑呢 小母牛 好殘忍 小青 我一天可以吃到八餐 一天吃八餐 小量多餐嗎 還是大量多餐 對 小量多餐 但是我唯一吃到有一次 吃到快爆就是吃三十個生蠔 蛤 可是真的很好吃那種橘生蠔 才怪咧 生蠔有什麼 橘生蠔啊 橘生蠔一點 你說那種生的我也不敢吃啊 你是橘的 一樣橘生蠔 又有氣 吃三十個 那晚上就病病掉下去 對啊 受不了病掉 撐到你男人抓過來 女生會放嗎 不會 之前我有 其實生蠔對皮膚很好 對 因為蛋白質很多 對 Ruby呢 食量大不大 其實很大 可是我就是那種 倒霉型的人 對 真的 呼吸都會胖那種 對 真的 你知道真的很多胖的人 就是也沒有吃多少 但是我跟你講 今天偏偏來到這邊 然後很奇怪 怎麼吃 他就胖不了 這個就很厲害了 我們也讓我們這個所有 婦女朋友們 大家嫉妒到 真的 可是他們會被追殺啊 只有五個人 對啊 只有五個人被追殺 很多人是在生活裡面 是真的這樣 你不要看看很多很瘦的 一餐客十個便當都有 沒錯 很多女生很會吃 聽說葉玉琴每天狂吃狂吃耶 結果呢 結果他還是很瘦啊 可是胸部又大 你說這個人有多可惡啊 真是 看什麼 我們馬上來歡迎這幾位 今天來到我們現場五位當中的 每一位都很能吃喔 而且他能吃到什麼程度 請看 來 歡迎他們五位 GO 哇 今天的五位吃不胖美女 身材是不是很窈窕呢 待會再告訴你 他們到底能吃多少東西 她45公斤 170公分 可是她竟然能吃下 一塊的牛排 然後三塊的蛋糕 五片的披薩 有一杯酥皮湯 跟一大杯的檸檬紅茶 我只能叫你一聲小叮噹 她 44公斤 162公分 最愛吃的食物是巧克力 為了吃 她不辭辛勞 在半夜裡走一公里的路 跟同學然後趕報告 然後大概趕到3點多 那時候就是 什麼東西都已經沒有在買了 就走了一公里到便利商店 對 大概走了一公里 就為了吃 來 歡迎他們五位 GO 來 大家往後一步走 每一位都很瘦耶 唉唷 不得了 哇 你看 真是 好 第一位叫做黃瓊玉小姐 今年20歲 牛排小姐 B型 身高173 請問隔下體重是多少 51 51啊 173耶 173 才51 算很瘦耶 173 兩姐妹各撥3公分給她們 妳還滿高的嘛 喜歡的食物是牛排及海鮮類PIZZA 哇 都是很容易胖的 海鮮類跟PIZZA是分開的嗎 對… 海鮮類PIZZA PIZZA是綽號還是喜歡吃 喜歡吃PIZZA 我也妳的綽號叫PIZZA 不是 我看看就知道好不好 1 2 3 唉唷 還長得很漂亮耶 真是 綽號叫PIZZA嗎 沒有 沒有綽號 沒有 還是我看到妳就忍不住會這樣 因為她的臉比較胖一點 但身體很瘦 對 她臉比較有肉一點 對 肉肉的 所以妳適合劉總 下來的髮型 想要蓋住一點 這樣臉看起來比較瘦一點 有沒有 我代替這幾個男生問的啦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你真的很做錯耶 其實妳如果教一個 像胡彬這種身高的 一定很棒 兩個人散步 王財女貌 對啊 跟胡彬一起在胡彬散步 你看 還寫胡彬散記 不錯 所以妳還那種感覺 那妳喜歡哪一類型的男生 高高的 像成熟一點像翁家明的 那比較年輕的話 是比較欣賞王力宏 王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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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像胡彬妳會不會喜歡 還不錯啊 也不錯 其他私底下有跟我講過 我可以跟你聊一聊 好 怎麼可能 他有看過他喔 我 我胡說的啊 還好以前也 你們主持人就是在胡說 那個懶得出門 餓了就亂翻冰箱 還把姐姐的便當吃掉啊 對 剩下來的啊 沒有 是隔天高 就是上學要帶的便當 就把它吃掉 沒有 那恐怖的不是吃便當裡面的 連便當合愛 等一下 那個便當還是從冰箱 你拿出來冰的啊 沒有 就是拿出來熱一熱的吃這樣子 對 因為天氣很冷 然後又懶得出門 那姐姐隔天就沒有便當 可以帶到學校了 對啊 哇塞 鬼鬼 而且她吃最多的一次 請問吃多少東西 跟同學去吃吃到飽 就吃了五塊 就是那一九九吃到飽那個啊 對 邊老闆站在門邊哭那一種 又來了 那個人又來了 我們大概開不到月底了 那妳吃了什麼東西 吃了五片 五塊的牛排 然後三塊的蛋糕 五片的披薩 和一杯酥皮湯 跟一大杯的檸檬紅茶 怎麼可能啊 五塊牛排是那種大牛排耶 這麼大的吧 天啊 可是它比較 不是那麼厚就對了 無底洞耶 你的胃 我只能叫你一聲小叮當 你跟小叮當的口袋一樣 四個空間 對 好厲害喔 而且她這個已經在外面吃飯 吃到老闆認識她 真的 老闆好像吃排骨飯 都會主動幫你加飯 對 真的 把它加成尖的 堆到尖的 沒有 就加比一般人多這樣子啊 可是最後還是會再去加飯這樣 等一下 妳有沒有檢查過 妳的胃是不是吸收不好有問題啊 我的腸胃不是很好 所以這是黃瓊玉喔 剛剛講她的這個食量很恐怖喔 掌聲給她鼓勵一下 黃瓊玉173公分 51公斤 她最愛吃牛排海鮮跟披薩 好 第二位呢 是廖婉金小姐 二十歲 天平座AB型台中人啊 妳本身是台中人 對 這位就厲害了 我們看看她真面目 廖婉金 一 二 三 這樣嗎 這麼瘦啊 來 到這邊來訪問一下 這個體重有多少 大概四十四公斤 四十四公斤 四十四公斤 四十四公斤啊 大概幾公分 一六二公分 一六二 一六二 一六二啊 妳喜歡吃哪類的食物 我喜歡吃蛋糕 蛋糕啊 對 那蛋糕這個吃的是高熱量耶 都不會胖嗎 對啊 怎麼不會胖啊 妳是不是有什麼秘訣 可能是遺傳的關係吧 因為媽媽也不胖 對 肥胖也是會遺傳 而且她喔 這個沒有吃飯 她就受不了 有一次啊 聽說跟室友熬夜在看書 然後為了一定要撐飽肚子 才可以 才可以睡覺是不是 故事告訴我們大家 因為有一次是隔天 然後跟同學然後趕報告 然後大概趕到三點多 那時候就是 什麼東西都已經沒有在賣了 所以你們就走了一公里到便利商店 對 大概走了一公里 就為了吃 對 然後吃完回來又走一公里 又餓了 再去吃好了 就走 就這樣晚上走了十六趟 就在那惡性循環 當中還大了兩坨在路邊 很涼耶 一個幫一個擋 太厲害了 永遠都吃不胖了 好,掌聲再給她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廖碗筋 162公分 44公斤 她最愛各式的蛋糕 三號,陳怡華小姐 十九歲 她是B型金牛座的女生 來自哪裡 那個 竹男 我們來看看陳怡華小姐 一、二、三 好瘦 她連臉都瘦耶 對啊,而且她好像隱形那種感覺 隱形啊,電影明星啊 隱形啊 那她出來一點 那麼最喜歡吃的食物是什麼 白飯跟麵 最喜歡吃白飯跟麵 那就很容易胖的 都是澱粉類 那現在幾公斤 44 44啊,就跟上一位一樣 幾公分呢 166 166 166 那你這個喜歡什麼樣的男朋友 男生 喜歡,不用很帥 不用很帥 喜歡糗子 康康的 康康啊 我很喜歡康康啊 不行啦 要介紹你給康康認識 還不如把你推入火坑上 有那麼嚴重嗎 妳喜歡他 我覺得他唱歌很好聽 其實他人不錯啦 歌又唱得好 對不對,只是不要因為外表 好不好 你本身近視很嚴重嗎 那康康適合你 你幫他介紹一下啊 對啊,幫他介紹一下 不會,他康康也在看我們節目 就是你 是不是,好 謝謝我們3號 掌聲再給他鼓勵 陳怡化 166公分 44公斤 他最愛吃的是白飯以及麵食 好,再來是我們4號 4號非常可愛的 袖珍迷你的23歲 雙魚座AB型的張雅精 我們來看張雅精 1,2,3 有一種賢妻良母的感覺有沒有 對 那麼是哪裡人啊 台北的 台北啊 最愛吃什麼 焗烤海鮮飯 焗烤海鮮飯 還指名焗烤海鮮飯很燙耶 它很燙以外 它還本身就是熱量特高 對啊,而且每次要等好久 對不對,別人的菜都先來 你的菜還沒來 對啊,最後一個吃 對啊,因為用焗的 真的,聽說他還三更半夜 凌晨2點的時候 要想要吃這個焗烤海鮮麵 那去哪裡買 很簡單啊 怎麼用 撥個電話就來了 叫誰去買 叫我男朋友 他這麼體貼啊 會去幫你買嗎 對啊 原本有一個男生想要追他 但是可能被他的食量嚇到 你有用食量嚇過人嗎 怎麼嚇啊 沒有,有一次那個朋友生日啊 然後去吃東西 然後吃吃我們又續攤去唱KTV 然後我就... 又吃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覺得 我怎麼那麼會吃 因為大家都吃得很脹很飽 我還一直吃吃吃吃吃 肥到一攤就吃一攤 對啊,而且他朋友在吃飯的時候 他忍不住會講一句話 說... 我再給我吃一口 你是豬啊 他會忍不住罵人家豬啊 沒有,他不是食量的問題 吃的時候 一吃東西就化身為豬 太厲害了 有沒有想過要減肥 沒有 沒有喔 想要增肥 還要增胖啊 天啊,這麼大吃大喝還能增胖 真的是喔 不得了啊 曾經到基隆夜市吃了兩個漢堡啊 真的嗎 我基隆夜市吃漢堡 吃漢堡啊 蘿蔔糕、熱狗、便當什麼 晚上又回家又去吃海鮮麵 對 那你他們會有受得了嗎 這樣賺錢也來不及你吃啊 會不會被你吃垮了是不是 會不會這樣常講你 他有沒有這樣講過你 沒有啊 所以你生活裡面最大的開銷就是吃囉 對 幾乎都用在吃 如果把你餓著 你會不會... 你是不是會發脾氣 我有曾經餓哭過 為了餓而哭 餓而哭啊 怎麼... 怎麼... 怎麼狀態 因為在荒郊野外 就是出去玩 然後就是那... 都沒有賣吃的 然後我就很... 很餓就哭了 對啊就很難... 怎麼還不給我吃的 好 那麼喜歡哪一類男生 喜歡哪...穩重型的 穩重型的是不是 對啊,像你這一種的 我這樣也可以是吧 他是不是叫穩重喔 還有... 還有劉德華、謝霆鋒、金城武 你都喜歡啊 範圍好廣喔 對... 你把吳宗憲跟他們放在一起 不要... 我... 這有什麼好聽 我憋了都火大了 等一下... 金城武、謝霆鋒、劉德華、吳宗憲 都喜歡是不是 住口 比較喜歡 不錯...繼續做夢 對... 我是可以... 我是比較接近的 但是已經有男朋友了 對啊 來幫你買橘海鮮麵了 好浪漫喔 很浪漫 好... 張雅晶 一百五十七公分、四十三公斤 他最愛吃的是 橘烤海鮮飯以及披薩 來,歡迎我們五號到前面來 今年幾歲 十七 才十七歲耶 天秤座、A型 帥哥、美女星座 最喜歡吃的是什麼 巧克力 還有... 身高多少 172 體重 50 楊竹雅 十七歲而已喔 一、二、三 才十七歲而已啊 好厲害喔,你看 晚上想吃這個巧克力 然後一直要妹妹去買 沒人理你 結果呢 後來自己去買了 那是什麼樣的情況下 就很安啊 十一、二點吧 就為了想要吃那個 對啊 那妹妹如果遇到壞人的話 你...你也不會怎麼樣嗎 為了巧克力 那如果... 可是還是要買 因為想吃啊 就太想吃就... 不然你會逼妹妹去嗎 糟糕了,我跟你講 但是...但是她還好啊 她就是喔 比如說有一些啊... 在一些喜歡的男生的面前 會故形象 就少吃啊 會錯錯是不是 真的嗎 那不是很痛苦嗎 我也會耶 對啊 然後就很想吃 然後又覺得想不好意思這樣 你知道我們女生真的很做錯 有帥哥在來都會假裝食量很小 你知道每次約會回家就會狂吃 對 因為約會的時候實在大餓 大餓 這不是江蕙那個故事嗎 有沒有 不是有一個大電梯啊 帶著小侄女啊 那大電梯 哇,好帥喔天啊 那裡面一個超級帥的 她根本就融合謝霆鋒、金城武、劉德華 以及吳宗憲的臉 帥到已經發狂了 那江蕙... 小姐,請要幾樓 天啊,跟我講話 我要到十六樓 毀了 一講話就破破了 一切都毀了 楊竹雅一百七十公分四十九公斤 她最喜歡吃的是巧克力 我們馬上要來看看喔 到底他們的題目是什麼呢 今天的滿滿的一桌菜 誰能夠在三十分鐘之內把它刻完呢 三十分鐘 這一桌飯菜有沒有看到 五碗飯耶 五碗飯耶 一個人吃碗喔 有沒有看到 四道菜 你看青菜喔,這麼大一盤喔 油膩膩的炒蛋 都是高熱量 炒牛肉 還衝爆的 一、二、三、四、五 五碗飯喔 這當中竟然有一點 可以現場就把它吃掉喔 不可能 而且不到三十分鐘的時間 三十分鐘之內吃完 女生因為她們要雍容滑跪嘛對不對 慢慢吃 慢慢爬,慢慢吃 不可能 其實她最快的速度 聽說十五分鐘之內 就可以全部幹掉了 如果說不顧形象的話 吃飯吃得出名 太厲害了 這五位當中到底是哪一位可以吃得完呢 這五位吃不胖美女 這五位吃不胖美女 到底誰能在三十分鐘之內 吃完這一整桌的食物呢 電視機前的你 趕快來看看吧 人中皇后 再顯神威 杯中有樂 好厲害喔 彈內跳恰恰 什麼 太厲害了 這五位當中到底是哪一位可以吃得完呢 請選擇 開始 快來猜猜看誰能吃完整桌的食物呢 一號小姐她陳述完瘋狂的食量之後 你覺得她會是今天的冠軍嗎 看似瘦弱的二號小姐 她能夠吃完這一整桌的食物嗎 不敢美女三號小姐 看起來相當的有自信喔 四號小姐深藏不露 她會大爆冷門是今天的冠軍嗎 五號小姐可是潛力無窮喔 到底誰會是今天的冠軍呢 五號 二號 二號 好的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一號有兩位選 二號兩位選 三號有一位 四號 鋼龜 五號也沒有人選 為什麼 胡彬謙您選 幾號 二號 二號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飯滿多的 因為一號剛才說她吃了很多 我我覺得可能會不會吃了很多的人 會不會到臨場發揮的時候就不太好 二號呢她說吃了 我感覺她很有潛力 湘婷選幾號 我也選二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很有自信啊 吃飯能吃到有自信不容易 來 吃飯了啊 來 吃了啊 幹麻林瑞亞來 來 那 那這個 小芹菜呢 我選三號 三號為什麼 因為剛才講說 有人可以把這整個都吃完的時候 然後每個人都很鎮定 都沒反應 她就在太偷笑 就在那一直偷笑 這是我一樣這樣子 好像在講她的樣子 對 她覺得 那蕭瑞來選幾號 選一號 一號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的樣子就 我看她聊天的樣子 就好像 好像比較不會那麼害羞 那我覺得吃東西好像就是那種 豪邁 對 而且她格子又高 好 那我們這個Ruby選幾號 我選一號 一號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她長得很高 所以 而且她骨架看起來很小 然後看起來很健康那樣 所以她應該是那種吃很多 可是因為她很高 所以她也長不胖那一種 對 然後她剛才看起來 就是她一訪問完 她也是 都一直這樣 很有自信 很有自信 對於是很有自信 來 吃飯 吃飯 大家吃飯 我把演兩次了 吃飯 吃飯 害我演兩次了 對啊你 所以一號兩位 二號兩位 三號有一位 到底誰可以把這一堆都吃完呢 馬上就看他們來狼吞虎驗一下 請看正確解答 來 沒錯 今天最後吃的就是三號的陳儀化 陳儀化最喜歡吃中式料理 這一餐她一共點了炒A菜 蔥爆牛肉 菜脯蛋 空心菜 以及點了三碗飯 不過她吃到一半的時候 再幫我送兩碗飯 哇賽 所以這一餐她一共吃了A菜 蔥爆牛肉 菜脯蛋 以及空心菜 她點了五碗白飯 你能辦得到嗎 還有原來我們正確答案是三號 好厲害喔 你看真的是不得了 你怎麼會這樣啊 而且聽說她吃完那一桌 晚餐又再回去吃耶 晚餐又回去吃啊 真的太厲害 三隔不到多久 對 三隔多久 差不多二十分鐘了 三隔二十分鐘 又再回去吃晚餐啊 那你的肚子為什麼裝不滿 真的嗎 我知道因為有破洞 好恐怖 我這樣感覺 她連臉都瘦 太過分了 太玄了嗎你 對啊 太過分了 毛起來吃然後還是不胖 永遠都不胖 吃七碗飯 剛剛吃五碗飯 現在還感覺好像對人生 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我覺得你要去看一下醫生 你吃完當天就吃完那五碗飯之後 比賽完結束之後 會不會覺得很難過 身體不熟 想吐什麼的 太脹會不會覺得 會脹可是不會覺得想吐 就覺得只是脹脹一樣 對 然後是後來就是等我哥哥來嘛 然後我就說他還沒有吃啊 那我們又再回去那家店吃 又在陪他吃了 又吃 那個老闆娘就說 他就是我們在點嘛 因為他很忙啊 後來老闆娘又看到我說 你哪有個來 老闆娘笑到 我跳一下 那這裡人家說 你是餓死鬼啊 真的很多是這樣 你真的是耶 對 我覺得可能你胃可能吸收不太好 對啊 你怎麼會那麼餓啊 還是腸子大條也有 一號吃最多的狀態就是你剛剛講那個嗎 是差不多 那如果飯的話可以吃多少 四碗的飯量 四碗的飯量 好厲害喔 一餐耶 不是一餐最多 曾經最多 就是曾經的精力 好厲害喔 一號黃瓊玉 平常最喜歡吃的是牛排 今天他選擇與涼麵一較高下 於是製作單位 就為他準備了兩公斤的涼麵 他能夠征服這兩公斤的涼麵嗎 成績不錯喔 他一共吃下了一公斤 四十四公克的涼麵 你能辦得到嗎 二號可以吃幾碗飯 最多大概三碗吧 二號料碗精 他最愛吃西餐 但是他點的卻是海鮮特餐 千層草莓冰淇淋 配跟漢堡 以及一大堆薯條 而料碗精最高紀錄 一餐可以吃下五個牛小排 五個小蛋糕 一個披薩 一杯紅茶和布丁喔 你最多可以吃多少 三碗 三碗飯 所以還好啦 也不是說很厲害 也算很多喔 從女性口中聽到吃三碗飯 對啊 我吃就覺得很恐怖 我吃到一碗就會吐耶 我吃一餐半碗 怪了真是 你食量這麼小 對啊 裝可愛耶 這樣拿到裝可愛 預備 去 四號張雅京 他平常最喜歡吃的是 焗烤海鮮飯 今天當然就先點了一顆 焗烤海鮮飯 炸雞翅 洋蔥圈 酥皮湯 還有巧克力冰淇淋 而張雅京最高紀錄 則是吃了兩個漢堡 一個蘿蔔糕 熱狗 及便當喔 你一餐可以吃多少 最多的是五碗 可是我那天只有吃快四碗 五號楊竹鴨也是喜歡吃中式料理 今天他點了麻婆豆腐 空心菜炒牛肉 炒芥筍 炒高麗菜 另外還點了四碗白飯 楊竹鴨曾經創下一次吃四碗蝦米薯的紀錄 實力也是非常的雄厚喔 所以今天正確答案是我們三號掌聲鼓勵 好 所以只有我們一位答對的時候 我們丁曉晴小姐答對 很厲害喔 好 我們現在馬上進入下一單元 叫做是 尖叫50秒 馬上廁所的樣子 好 好 所以我們Ruby現在加油了 我們來看看你的這個基本的表現怎麼樣 喜怒哀樂來一下好不好 預備 起 喜怒 好狠喔 等一下 你這怎麼那麼 而且他下巴牙齒很靈活耶 你這個怒怎麼那麼像 三峽祖師爺廟那個老虎啊 那門頭那個 唉 你的嘴巴會不會太靈活耶 嘴巴是氣氣耶 他完全用嘴巴來 樂 好 注意了 現在混合體來 來 杯中待喜 怒中有哀 我難弄 根本只是嘴唇抽動 苦中作樂 剛剛就在苦中作樂了 算不錯 這樣算不錯 不錯 來 我們試試看小S好不好 他這一方面才是厲害 我也害羞耶 對啊 注意啦 注意啦 來 預備 開始 喜怒 哀 樂 喜中待哀 哀中待喜 那還不一樣 好厲害 一個是 一個是著重 眼部一個著重嘴部啊 不准拍麥克風 它有不同的味道耶 好 樂中待杯 杯中有樂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含內跳恰恰 什麼 掌聲鼓勵 有沒有看到 人家這個姊姊 人家這個姊姊表演得多好對不對 我練得滿久的 好厲害喔 所以這個要經常練習才可以啦 注意 什麼題目 水果 水果 看這是跟什麼水果 還挺簡單的啦 注意喔 跟水果有關係了 水果需要解釋嗎 不用 比如芭樂 那看怎麼演 香蕉 好 香蕉 XX你個芭樂雷姆 你幹嘛 沒有 這是日本歌 XX你個芭樂雷姆 真的是有這個歌啦 要不要開始啊 好 請準備啦 來 預備 尖叫五十秒 預備 開始 一個字 第一道題 兩個字 兩個字 什麼都可以猜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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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題 三個字 什麼都猜 什麼都可以猜啊 兩個字 一 平 蘋果 不能夠注意喔 一 對 什麼一 奇異果 奇異果 有解 好 二十秒 四次的 四次的 葡萄 對 公平恭喜 答對了 最棒 厲害 還挺厲害的嘛 所以有沒有看到 剛剛Ruby那個臉部的表情 就讓我們覺得應該會過關 是吧 蠻厲害的對不對 很認真 掌聲再給我們鼓勵一下 謝謝 好 馬上進行 小燕 丁曉晴啊 你的眼睛應該算不錯 我們考你難一點好不好 喜怒哀樂 但是混合的喔 好不好 預備 喜忠待悲 開始 喜忠待悲 含著眼淚 帶著微笑 看不太出來 看起來很愛悲 黃花大閨女 黃花大閨女怎麼演啊 對 怎麼演啊 你演得出來 黃花大閨女 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好難喔 對 你出的題目要再短 好 麻煩你演一下 黃花大閨女好不好 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這很簡單 演一次給他們看 預備 請 好老套喔 對喔 好性喔 你每次都拿來這一套好不好 這演得不好是不是 你根本就是在模仿康康嘛 不好是不是 你要好好演啊 這個題目跟什麼有相關 交通浩子 交通浩子 比如說什麼單行道啦 鐵軌啦 什麼那一些 好 請準備 尖叫50秒 開始 一個字 一個字 四個字 警告不要急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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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單車 開車 那個 路障地方 撥到 你們都有名 路障 水溝 河堤 河堤 馬頭 前右架草 路障嗎 路障 路障 在路面平身那個 波道 波道 前右 波道 波道 路IP 路障 路面瀑波 路邊瀑波 路邊瀑波 什麼 沒有啊 哎呀 太遜了 好 懲罰 克林的丁孝晴 這麼賣力的表演 還是逃不過氣球被刺的懲罰 好 投降評試試看 加油 你加油 預備 洗 這就洗了 怒 好爛啊 喘氣 好老套啊 好老套啊 還喘氣 幹嘛啊 身材好不得了啊 毛起來喘氣啊 來 本雲怒給他看 身材 哀 幹嘛上廁所的樣子 樂 起 怒 哀 等一下 你要把口哄了 你根本沒有表情嗎 這叫一號表情 哀 哀來的 哀 哀最好笑的 只是閉眼睛罵了 這個人哀怎麼會哀成在呢 好 現在我們這道題目 跟什麼有相關 人體反應 但是負面反應 人體反應 我來看看 可是又不算是疾病 所以很複雜 哦 比如說 反射動作 這就人體的反應啊 打字打到某一個程度有沒有 也變成反射動作 有沒有 反射 什麼 你太了解 沒有 譬如說 C反應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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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my life 幹嘛唱歌啊 算了 吳大哥 你以上那段我都聽得懂 你的意思是說像這樣子 然後這樣 C反應 OK 好 好 請準備 預備 尖叫50秒 GO 兩個字 耳朵 答對了 碰你有嘴型哦 不能講哦 好厲害哦 暈 暈過去 酒喝醉了 喝醉 對 然後 困 頭昏 厲害哦 好厲害 嘴巴不能出 失憶症 失憶 暈 頭暈 兩個字 很寂靜 很寂靜 失憶症 剩下29秒 兩個疑惑 閃神 失神 一種常常發生的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 第二字 紅 紅 翔 翔 換翔 狂翔症 兩個字 痴呆 十四秒 發神經病 發呆 發呆 妄想 幻想 六 五 四 還要爆炸 二 一 時間到 好 不會啦 不會爆 來 請站起來 不會爆 不會爆 那個氣球是好玩的而已 唉呦 你也知道會爆是吧 來 機器拿過來 不要 賣鬧 你無限 我們要等他 好大喔 好可怕 有沒有嚇一跳 我不知道這麼大 而且他氣球跟他衣服顏色還很配 對 他整個人變笨了 怎麼辦 怎麼會這樣子 唉呀 最後一個是什麼 最後一個 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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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沒有 跟詩怡正很接近其實 對啊 所以是健忘了 沒有關係 那麼就是一萬塊是毀在你的手裡 不要太大壓力 大家都因為你而沒有辦法吃麻辣 這個人毛這麼臭的 好啦 我們再次謝謝他們 掌聲鼓勵 謝謝大家 馬上進入我們下一單的政府車 兩千萬人都為什麼 來 今天又有人有疑問喔 你的疑問我們就給你答案 好不好 大家共同的疑問 我們給共同的答案 好啊 這個就很厲害 製作單位非常用心喔 沒錯 我們一起來看到底是什麼問題 來 我猜節目你好 我記得上次我猜有播過昂貴的海鮮料理 我覺得十分特別 我想知道除了這些昂貴的海鮮料理之外 還有沒有更特別的或是更新奇的料理呢 桃園的小提 唉呀 你吃過最不可思議的食物是什麼呢 大明星菜單怪怪出爐囉 我聽說他喝過 狗尿 狗尿喔 之前我還跟那烏龜在玩 然後那烏龜我在這家吃飯的時候 我會很餓 我突然那個湯就放我前面 就是你剛剛跟他玩 還有那個爪子 你知道嗎 我 不乾淨一盤很像那種牛肉 牛筋那樣的東西 來…吃…來… 那邊本來本來客氣的東西 對… 吃一口結果後來是那個 後來我才知道是熊掌 還有鮮嫩嬰兒腳 他吃過最特別 他吃過嬰兒的腳 嬰兒的腳有多嫩 你們自己知道 兩千萬人的為什麼 告訴你稀奇古怪料理喔 人家都常在講 中國人什麼都吃啦 對啊 天上飛的就飛機不吃啦 真的耶 我地上爬了就康康不吃 康康就走的 我地上爬是站車不吃 你聽說有吃過很特別的東西 吃過什麼 你說我們本身吃過什麼 我們去山東的時候 吃過那個炸蝦子 蝦子啊 就是有毒的那個蝦子 那很劇毒耶 對啊,炸蝦子 炸的聽說酥酥的 很好吃 然後我當時不敢吃 他們一直逼我吃 真的啊 然後又山東話一直逼你 好恐怖哦 但是他吃過最特別 他吃過嬰兒的腳 嬰兒的腳有多嫩你們知不知道 但是含一含也沒有吞下去 我相信你們家有嬰兒 應該會忍不住拿起來咬一咬吧 但是這位就厲害了 聽說他喝過 狗尿 狗尿哦 真的 狗在他臉上尿尿 然後 我睡覺的時候 狗在我臉上殺尿 我不知道我起來照鏡子 發現這邊一塊黃的 我說甜點看是什麼 就發現是狗尿 哎唷 天啊 有沒有吃過什麼特殊的 就幫人家吃熊掌怎麼吃 熊掌 就把那個熊關在籠子裡面 然後那個地下那個鐵是燒燙的 燒燙的鐵 然後那熊就一直跳一直跳 然後跳到筋皮力鏡死掉 然後腳掌也剛好熟了 割下來吃 那慘不殘忍那些中國人 真的嗎 對啊 好變態哦 原來那HIP HOP是這樣發明 一隻一隻 這麼小 噴得鬼 一點都不好熟 蛤 我覺得好變態 熟了 割下來 我覺得人類真的不能什麼都吃 對啦 這個還是要有一點環保的概念啊 對不對 保護野生動物 對啊 我們侯湘婷有吃過什麼怪異的 我自己沒有吃過 可是我爺爺奶奶有吃過 就是那種蜜蜂的小Baby啊 蜂擁 這個很多啊 那很普通啊 還煎蛋有沒有 拿一個蛋下去 鐵板出來就好了 蜂擁啊 蜂擁很好吃啊 有 觀音山上可以吃得到 這邊說可以撞羊 真的嗎 對 欸 錄完咱們馬上去啊 來 那個小晴你猜呢 我在內地的時候 因為身體不舒服嘛 身體 然後就要喝那個烏龜湯 雖然沒什麼對不對 但對我來說就是很噁心 因為最近我還跟那個烏龜在玩 然後後來過年我在就要吃飯的時候 我會很餓 我突然看那個湯就放在我前面 就是你剛剛跟他玩 還有那個爪子 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忍受 那Ruby吃過什麼 我也是在差不多13歲的時候啊 去東北 那東北那邊 又是內地 又是內地啦 東北又是好 內地人是什麼啦 東北那邊啦 對 就是 他們那邊就是 好像就是把我們當成那種大官來招待 那就請我們一整桌這樣 就突然端進一盤很像那種牛肉 牛筋那樣的東西 來來來吃吃吃 來來來別放放客氣 吃一口 結果後來是那個 後來我才知道是熊掌 那後來我吃了之後 我就很噁心 結果後來他們才說 等一下我們如果你要的話 我們叫猴腦 我就不用了 本魚有沒有吃過什麼怪的東西 吃過最怪的應該就是那種 活的TACO 小吃的那種 對 它的腳 切掉之後還在動 還在動 然後你要沾 沒有 你吃的話會黏在你猴腦上面 要趕快攪 對 沒有 我是要 它是給你一盤麻油 然後你要沾麻油 然後這樣吃下去 滑下去 滑下去 可是你還是感覺到它在那邊滑 會癢癢的 一直動耶 可是我聽說在韓國你要攪快一點 不然它的吸盤 你這樣滑下去 它自己會再跑上來 所以你要趕快一直攪一直攪 一直攪 攪到爛你才可以吞下去 它自己在跑出來 對 不然它會自己再滑出來 然後打了一個 對不起 又把它再咬進去 約約會的上來 我們今天倒是找了很多怪菜 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take a look at 來 今天的奇怪料理 首先帶您到基隆的七堵 這裡有一間很隱密 但是卻很特別的餐廳 這是一間專門賣山產的餐廳 餐廳裡面 你可以看到一般的毒蝎子 蜂擁以外 最特別的是 遠從中國長白山上 土生土長的大黑螞蟻 大黑螞蟻含有豐富的氨基酸 是人體各種蛋白質 合成的重要元素 而就中醫學來說 它是具有滋陰補陽 養肝強盛的聖品 吃完了大黑螞蟻 接下來為您介紹的是 一道特別的湯 也就是檳榔排骨湯 檳榔排骨湯 其中的材料當然就是檳榔咯 檳榔具有提神醒腦的功效 如果你生活壓力太大的話 不妨來個檳榔排骨湯 讓你不止補身子 而且還可以疏解壓力呢 喝完了湯之後 接下來就是甜點了 在台北東區有一間餐廳 是引進了日本獨特的手把 將原本平凡的砂糖搖身一變 變成甜點中的貴族 看看它金光閃耀的糖絲 是不是讓你捨不得吃它呢 你吃過山東大饅頭嗎 這一家專門賣饅頭和包子的店 店裡面最超人氣的商品 就是這個七彩饅頭 七彩饅頭有牛奶 雜糧 南瓜 烤梅 巧克力 芋頭等口味 小巧玲瓏 十分可愛 這可是年輕朋友們的最愛哦 看到這裡我們來出個題目考考你們 剛才介紹的一家賣獨蟹螞蟻的餐廳 這裡還有一道很特別的菜 請問它是什麼菜呢 大家一起來猜猜看吧 厲害了 有沒有看到我們面前 就堆了一堆這個很特別的菜 大家有沒有看到 是啊 你們可以知道嗎 好漂亮的那個 這第一道菜幾位來賓朋友 你們看看 這個當然是葡萄 甜點 甜點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很像糖 感覺很像麥芽糖 像金屬有沒有 對 麥芽糖 有的是麥芽糖絲對不對 對 像麥芽糖 算你們聰明 這一道就是麥芽糖絲 不信你 可以吃的 甜甜的 你看 小心 可以給我吃一片看看嗎 幫我拉一根餐 幫我拉一根 嗯 你不是 小心 你鐵絲不要拌在一根 好 第二道我們馬上看看 大家都可以吃吃看 張本渝小姐 憲哥不用我今天吃素 你吃素啊 我一個月要吃十天 我今天正好要吃素 有水果可以素啊 這裡有素啊 檳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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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個 檳榔來 吃吃看檳榔是可以吃囉 好不好吃 而且我跟 什麼味道啊 醬火 來 大家一人吃一點啊 Ruby儘管吃這沒有關係 這邊奇怪的 我們再次感謝台北醫學院 提供了兩具的這個 什麼 這是什麼樣的腸子 豬汁 來 小晴 那麼謝謝這兩位 已經離開我們的好朋友 好 好 現在告訴你 你們吃的這道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什麼 是一種很怪的 豬肉 無聊 對啊 叫什麼 好 注意 重點是檳榔煮的 這一道也要大家來一點 手伸出來 好像芝麻哦 這個 有沒有人敢吃的 我敢吃 可以 真的嗎 大家要是敢吃的 沒有 手張開 好 吃 我先拿手上會覺得很噁心 就一把啦 我們請大S先吃給你們看 好不好 我吃芝麻好了 我吃芝麻好了 好不好吃 娜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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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有成千上萬隻的螞蟻耶 有腳 炒螞蟻 別浪脆了 一整個家族都被炒進去了 可以可以 Ruby吃了喔 有沒有看到 怎麼樣 其實根本很像芝麻啊 很像那種配料那種 脆脆的 張開我們放一點點 一點點 滿好吃的 滿好吃的 趕快大口吃啊 Ruby開玩笑 來,再來一點 好不好吃 好可愛 可是想說他們是螞蟻耶 我也再吃一點看看 要吃的時候不要看 每吃一支唱片能多賣五千張 好不好 拿一盤猛吞 等一下 你以後沒出唱片 你吃那麼多幹嘛 他的道理有出 他為大家祈福嘛 真的吃一把 全部都要吃掉嗎 沒有,你可以試吃看看 隨便你還真的滿好吃的 怎麼樣 你吃了差不多有兩百隻螞蟻 好 真的很好吃 一盤 好不好吃幾位女士 有點像豬油渣椰 豬油渣椰 好,現在要吃第四道菜了 請拿起你的筷子 這一道菜就挺正常的 對啊,看起來是什麼 三杯雞、三杯醋之類的 滿香的 好,第二位侯湘婷小姐 好不好吃 是不是滿正常的味道 怎麼很多骨頭 第三位 可以挑那個青菜嗎 有這種音樂 為什麼要這種音樂 蘭果好玩 把我們節目搞得好像 感覺比較熱鬧啊 好 好 冰小芹菜小姐 你吃到眼睛了 騙你的啦 沒有啦 哪會有眼睛啊 再次感謝 台大醫學院提供這兩位 胡冰先生 我幫您挑一塊 好 這塊肉大的 棒棒雞 看起來還不錯 棒棒雞腿 這塊看起來還不錯 好 你去吃吧 本魚吃菜 我可以吃九層塔 九層塔 你吃菜可以啊 那我幫你 我幫你 好 好 那你來一個吧 我不要 奇怪 三個人 三個主持人 他們都不吃這道菜的時候 來賓都吃了的時候 代表有狀況 沒錯 有什麼狀況呢 你們猜猜看吃的是什麼 我一開始以為是什麼 那種雞肉 天氣還是什麼 應該是吧 吃起來也很像 可是吃到最後裡面那個味道 肉的味道有點臭臭的 臭臭的 腥味啊 是什麼 羊肉嗎 蝙蝠肉 你覺得是老鼠 老鼠肉吧 就是那個 老鼠肉 你吃那麼大塊還說老鼠肉 怎麼可能 那一定是那種很怪 像什麼十蟻獸之類的 十蟻獸 十蟻獸 你太壞了吧 吃完螞蟻又吃十蟻獸 到肚子裡面又相逢了 對 我被吃了 你還來 他撥冰箱裡 那個 那個小白鼠的那個肉 白老鼠 白老鼠 你剛剛吃的是一個腿 小白鼠哪那麼大 但他那個肉真的 有一個構造很奇怪 真的不是 其他那個 這個好奇怪 好,大家不用爭執了 咱們馬上來看看 到底他們吃的是什麼肉 大家快點來猜猜看 到底特別來賓吃的是什麼肉呢 廣告過後 馬上揭曉 咱們馬上來看看 到底他們吃的是什麼肉 請看 你答對了嗎 答案就是老鼠肉 不過你放心 這些老鼠都是生長在甘蔗田裡的甜薯 而且肉質非常細膩 味道很鮮美 有機會的話 你一定要嚐一嚐看 你們吃的老鼠肉敢不敢吃 Mouse 我沒有吃過 可是他剛才還把那隻老鼠鋪成這樣 你還不覺得很噁 對,他剛才吃牛 會把牛鋪在豬身上 你鋪上是老虎才能 或者是拜拜的時候把那豬鋪開 對啊,真是敢流行的 幹嘛把老鼠鋪開 會不會害怕 還好我今天吃素 對啊,你不敢吃老鼠啊 對啊,其實 誰都不敢吃吧 有時候不知道也就吃了 沒有,它那個肉咬下去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嗎 就臭臭的 對啊,看雅萱就會臭臭的 臭,臭,而且還有那個肉 還會臭啊 跟鹿肉 到底裡面有幾隻啊 所以人家說不知道則無罪 對不對,以前啊 在家裡面啊 一回家 媽媽,沒有人在桌上 有這麼多臘腸 都乾的有沒有,臘腸 好好吃喔 吃了五六條 結果咧 我媽一出來 結果桌上 那天這個煎的香腸要拿去丟 擺了五六天 不知道擺到哪裡 已經壞掉了 我嘴巴一直 媽 你怎麼不早一點講啊 已經壞掉了 你香腸要丟了 結果很像臘腸,你知道嗎 味道反而很特別 對啊 但是這一道很厲害啦 有沒有 這是用糖絲做的喔 但是大家一定 其實糖絲怎麼可能做是吧 對啊,很厲害 不是做精美 就特別喔 我們把鏡頭 拉上這個高雄的地方 剛剛有一個大廚師 請高雄大廚跟我們聯繫一下 你好,高雄的大廚 你好,你好 來幫我們大師 何大師幫我們這個弄一下 要不現場做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糖絲喔 這個這個 在它的術語叫做拔絲 怎麼要讓拔絲呢 先把糖加熱是不是 這樣揉啊 揉在鍋子上 好漂亮喔 哇,他把糖露在棍子上耶 好好玩喔 先生,你剛剛擺地上的就給我們吃啦 會把它拿掉是不是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好老闆,你那是帳 就這樣 還是用糖做的,你看 大家可以聞聞看 真是絕活啦 掌聲再給她鼓勵一下 厲害 漂亮 來,我們請一個那個 哪一個女生的手比較巧 好妙喔 哪一個手比較巧 那個 那個 來,你來 我湘婷 湘婷,來嘛 以後還要嫁人啊 快點 快快快 不要把自己甩的一聲都是躺 不要甩到我們 展開 展開 你不要甩到我們喔 不錯,不錯 就一直甩一聲 兩邊甩 來 啊 攝影機 攝影機 那一步百萬的 你這樣亂甩 連到攝影機了 連到攝影機 搞了一坨 那你還叫我甩 那你還要抓起來 抓起來 抓起來 有啦,有成功了 連到這邊來 你怎麼把我們現場搞得跟盤絲洞一樣 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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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應該很黏吧 這樣打蝴蝶結對不對 你的手好不巧啊 我的天啊 怎麼會有手那麼不巧的女生 你的手被黏起來 變鐵絲了啦 小女孩 掌聲鼓勵一下 這個還不錯喔 有沒有看到 這個何大師啊 這個是我們中國菜嗎 這個大師 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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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是中國菜了 是我們西餐 送給我們同學做紀念 好不好 還可以帶回去 侯湘婷做的糖喔 好不好 好,再次謝謝他們 熱情掌聲給大家鼓勵 挑戰人體極限 激發原始本能 史上最強 地獄大挑戰 馬上就要進行地獄大挑戰了 你知道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單元嗎 非常非常地變態 是這樣子的 今天呢 我們有三位寫真女性會來到現場 想接受我們的考驗 首先呢 我們就來介紹今天 接受挑戰的三位寫真女性 來,請進場 地獄挑戰者 一號,肖倩文 三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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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三十五 挑戰者二號,徐佳龍 三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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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三十五 介紹比賽項目 首先是第一關 挑戰者必須將全身浸泡在十八度C的水裡 可以發出尖叫聲 但不能將嘴巴張開 否則即招淘汰 第二關 則是在水池裡加入冰塊 挑戰者依舊不能將嘴巴張開 水池溫度約十二度C 真是殘酷的考驗囉 第三關難度更為提高 挑戰者必須在十二度C的水池裡比賽吃冰 誰最先吃完三碗者為優勝 這一次的地獄大挑戰 向人體的極限挑戰 這三位笑容燦燦的參賽者 能夠耐得住韓人的侵襲嗎 誰又能堅持到最後贏得勝利呢 當然勝利者將得到豐厚的獎賞 製作單位將配合優美的音樂 免費播放寫真集的內容 我們一起來看看 史上最強的地獄大挑戰 三位女星換裝完畢 性感的泳裝現身喔 我們馬上進行第一關的大挑戰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概是幾度 真的很冰耶 好冷喔 只有十七八度耶 妖艷喔 會不會在這邊就掛掉啦 太殘忍了吧 這種喪盡天亮 泯滅人心的事情 實在是太刺激了 大兵的表情真是太變態囉 那現在三位已經可以 把你的外套給捨起來 該捨了就捨 好 現在要準備下水了 小姐 你的裙子也可以脫了吧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脫掉啊 可以拿掉了吧 已經要開始了 你這樣不是很漂亮嗎 漂亮的頭好 等一下 如果你圍這塊布下去了 它都能夠不浮起來的話 你就過關好不好 哪有這回事 你還可以比別人多一塊布 好 那只不過 基於這個人道的考量呢 開始之前呢 三位還是先熱身一下 現在開始先暖身 來 三位挑戰者開始暖身 暖身過後即將停接 第一關的大挑戰 現在呢 三位都已經站在 他們自己的位置上了 待會我哨音一吹 你們三位就要一起下去囉 這個水真的是非常的冰 對不對 很冰吧 很冰吧 三位寫真女星竟然玩了起來 連大冰也不放過 她們真是能苦中作樂啊 好了 準備囉 預備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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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目前肖倩文已經先下去了 來 給你們最後五秒 再不下去就淘汰了 來 五 四 許小姐 三 二 一 下去 肖倩文首先下水 我們看看她剛下水車的表情 真是太痛苦囉 林鳳茵奮力一跳 也忍不住只打個哆嗦呢 最後下水的許家龍 則以雙手抱住自己群軟 十八度七的水溫 究竟誰能夠挑戰成功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現在林鳳茵跟肖倩文 都是踩這個運動來保持身體的 熱度的這個戰略 那至於這個許家榮呢 完全就自以為自己在拍辦倡戴啦 許家龍從頭到尾 一直以雙手抱住胸前 但是依然忍得起雞皮疙瘩 肖倩文和林鳳茵 則不斷運動著身體 藉以提高溫度 林鳳茵甚至還跳起水上芭蕾呢 目前領先的是林鳳茵 大家可以跳水上芭蕾 太多了你 三位挑戰者運用不同的方式 群軟終於第一關十八度七的水溫 被三位挑戰者征服囉 GO 接著是第二關的挑戰 這裡就是冷池了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冷池的溫度 差不多就是十八度十九度之間 好 現在呢 現在準備下水了 來 先下去嘛 來 三個都先泡下去 來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我們製作單位怎麼會這麼仁慈呢 帶他們來這麼好的地方 而且還泡這麼普通溫度的池子 如果你們以為這樣就好了 那就大錯特錯了 來 好不容易啊 殘酷的現在才有開始了 準備受刑吧 我們搶個冰塊倒下去以後 計時才正式開始 來 準備 工作人員陸西將冰塊倒入冰池中 三位挑戰者的表情也越來越痛苦囉 他們能通過第二關殘酷冰塊的襲擊 征服十二度吸的水溫嗎 現在 全身泡進去 快 無形的低溫不斷侵襲著三位參賽者 他們只能緊緊一微靠著彼此對方取暖 痛苦不斷出現在他們的臉上 終於有人受不了囉 怎麼樣 你氣泉是不是 怎麼樣 冷了受不了 你流鼻涕了耶 好 不要哭 不要哭 你現在要放棄了是不是 好 來 沒關係 我們歡迎你放棄 你知道我下去就毀了 我告訴你 真的好冰喔 連手都是冰的耶 曉淺文自動放棄遭到了淘汰 剩下林鳳英與許家榮的奮戰 兩個人人體發揮最大的極限 對抗十二度吸的低溫 看他們痛苦的表情 兩個人似乎也撐不太下去囉 結果兩年挑戰成功 最後迎接第三關的挑戰 第三關馬上就要同一個地方 繼續進行喔 但是在這個進行第三關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被淘汰也沒有什麼不好嗎 你好惱人厭喔 你那邊有天氣好不好 溫度幾度 39度 你簡直在泡溫泉嘛 這時候似乎泡在熱池 比能夠宣傳血蒸集 更令人羨慕囉 第三關的規則很簡單 就是在冰池裡 看誰最先把這些剉餅吃完 看 看到沒有 預備 開始 這怎麼可能啊 泡在十二度吸的水池裡吃刷冰 無情的工作人員 繼續將冰塊倒入池中 這場超越人體極限的地域大挑戰 是否會將他們打倒呢 大家快看這兩個裡面最猛的 還是許家榮 一邊冷 臉色一邊發白 一杯已經快要蓋光了 快快快 好 許家榮吃完第一杯 快點 兩人繼續在十二度吸的低溫下 吃著剉冰 兩人的速度也越來越慢了 林鳳瑩連第一杯都還沒有吃完 這時肖倩文竟然還拿著一桶冰 倒入池中 真是無情喔 好 現在比賽呢 又有新的狀況發生了 許家榮已經吃完了第二杯 來 快快快 接第三杯 快快快 林鳳瑩 你的第二杯跟剛才都一樣多嘛 兩位 速度差不多耶 因為許家榮後來慢下來了 林鳳瑩加油 加油 快點快快快 好 冠軍產生 許家榮吃完了 這次無情的地域大挑戰 由許家榮奪得冠軍 許家榮 林鳳瑩與肖倩文 在這一次的地域大挑戰中患難於共 三個人也變得更加的堅強 相信在面對更大的挑戰時 再也不會畏懼囉 讓我們再一次期待下一次更精彩的地域大挑戰吧 本土天王吳宗憲 創作才子黃安 他們兩個人 到底為了什麼事情反目成仇呢 七弟來造一個啦 好吧 黃安跟吳宗憲反目成仇 別吵了啦 你們兩個別吵了 黃安我愛你喔 愛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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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出你很氣 人不可貌相 今天推出 聲音甜美的美女 等你喔 來吧來吧 討厭你 聲音甜美是她最大的武器 美人美聲撒起嬌來讓人招架不住 比如說我是你的男朋友 然後我們在吵架 你會不會撒嬌來吧 一個人氣 不理你了 對不起啊 你不要生氣老闆 高一點 老闆我想請假 不行 老闆我想請假 沒問題 一般我們都是一個禮拜前排的班 那如果說我們要請假的話 要先找人代班 那可是我沒有辦法找人 然後我就去Night那個經理 然後他就幫我打電話 把錢代班 就因為靠你這一招用Night的就對了 嗯 今天不要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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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甜美女生同音版法文情歌 感謝我們同學來參加康康的告別 好壞 還有喔 我是這麼強啊 算了別哭了啦 尖叫50秒 梁漢文小S 演技大對決 哀中有樂 樂中有苦 苦中他還作樂 有沒有看到掌聲鼓勵 有心 沒有人 未必勝